在媽祖短教前 富人深淚俱下 祈求媽祖幫忙跪地磕頭 額頭重重磕在柏油路上 立刻流血受傷 交班人員趕緊將人拉起 讓富人靠近短教 禀報所求之事 富人奮不顧身 卻是為了車禍受傷的女兒 一提到女兒傷勢 眼淚止不住的流 潘女士說 3月8號早上 30歲的小女兒騎車出門 要去賣場上班 沒想到在離家不遠的路口 發生車禍 監視器拍下 騎士連人帶車遭轎撞飛 女子傷勢嚴重 陷入昏迷 事發路口并無後置 兩條路被寫上7個慢字 要提醒用路人小心 遭撞的女騎士被送往台大雲林芬院救治 22號上午白沙豚媽祖前往醫院停駕赐服 潘女士也向媽祖跪拜磕頭 希望媽祖保佑讓女兒盡快好轉 叫媽祖 叫媽祖 叫我叫我的女兒 媽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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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姓女子騎乘重機車 與劉姓女子駕駛自小客車 雙方一路火處發生差狀 雙方九側均為臉 值得慶幸的是 潘女士表示 22號中午過後 女兒情況逐漸穩定 目前已經轉往普通病房 雖然人還未清醒 但聽到聲音 雙手又出現反應 潘女士為了女兒的傷勢 磕頭苦求媽祖 天下父母心 三七文中部總部報導